财阀富婆画口红的手不停地颤抖 她的老公又是整晚没回家了 苏拉越想越气 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找到莱尔 以为她会像之前一样大吼大叫 没想到只是十分委屈地告诉莱尔 阿伟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另外无法追踪 保镖防护也特别延迟 希望莱尔帮她 很快两人来到公司大楼 路上假妈妈打来电话 甚至莱尔不应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独自去公司 莱尔却十分自信 看来苏拉已一步步掉进莱尔的陷阱 接着莱尔又给老公打了一通电话 希望老公一会儿能来会长室接她 趁阿伟开会 两人一同来到会长室 苏拉马不停蹄地开始四处翻找 企图找到阿伟有狗的证据 可当看见满桌的文件时 她又开始自我怀疑 苏拉快被折磨疯了 这时莱尔神色凝重 让苏拉看看阿伟的西装 西装上是她从来不用的亮片眼影 看来阿伟有狗已成事实 苏拉顿时心痛到难以呼吸 而莱尔脸上则看不出任何表情 因为西装杰作只是她报复苏拉的序曲 苏拉疯狂地勒住莱尔 来尔颤颤颤唰微微说自己不知道 苏拉却逼莱尔不管是谁 都必须给她说出个名字 莱尔灵机一动 将锅甩到了死对手身上 就在苏拉累得莱尔喘不过气时 阿伟来了 一把拽开苏拉 苏拉难以置信地看着阿伟 哭着拿起玻璃缸猛地砸向地面 飞溅的玻璃渣划伤了挡在莱尔身前的手臂 阿伟一刻也不想再看见这个女人 下一秒苏拉的公主并不得不说绝了 她竟大吼着自己要回娘家 要去找自己的财阀爸爸告状 等苏拉走后 莱尔心疼地看着为自己受伤的阿伟 这个男人此刻还在担心着自己 情不自禁抱住阿伟 这时接她的人来了 她站在门口目睹了一切 犹如当初阿伟站在门口一样